当地时间19号 美国商务部决定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延长90天 再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现有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 以避免禁令对于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 华为公司发表媒体声明表示 反对美国商务部将另外46家华为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发布的延期临时许可 并没有改变华为被不公正对待的事实 不管临时许可延期与否 华为经营受到的实质性影响有限 华为在媒体声明中表示 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决定 再次证明该决定是政治驱动的结果 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 不会使任何一方从中受益 包括美国公司在内 美国也不会通过打压华为 获得技术领先的地位 我们呼吁美国政府 停止对华为的不公正对待 将华为移出实体清单 而此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表示 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华为没有多大意义 华为已经做好了准备 美国的断工只会让华为更强大 今年5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随后华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斯半导体总裁何廷波宣布 海斯将启用备胎计划 5月28号针对特朗普政府颁布的禁令 华为在美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宣布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违宪 本月9号 华为正式向全球发布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鸿蒙OS 并表示将在今年首发的智慧屏产品中 率先使用鸿蒙OS1.0 此外 据俄罗斯导报网站15号报道 华为计划将俄罗斯研发中心的员工数量增加近三倍 到2019年底 该公司打算招聘500名员工 在5年内聘请1000多位新专家 华为还计划在俄罗斯开设三个新的研发中心